又是酒駕釀貨 昨天晚上9點多 兩名男子在桃園喝酒聚餐之後 竟自行開車返回新北市巴黎租屋處 在行津八仙橋時高速撞上了前方的機車 害騎士呢 是連人帶車墜落橋下 網送新名 招式車輛的行車記錄器畫面變換 速度很快 看得出正在高速行駛 前方出現一台機車 轎車卻煞車不急 直接撞上 一名女騎士 他連人帶車墜落橋下 全身多處骨折 動一不治 死者是檳榔攤的一個店員 當天是要去送檳榔 在返程途中遭遇車禍 事情發生在31號晚上9點多 八仙樂園的大門口 招式現場傷痕累累的白色休旅車 卡在中央分隔島 擋風玻璃碎裂 地上煞車痕清晰可見 機車幾乎全毀 坐顛海漢 車體分離 可見當時撞擊力道非常大 張賢造勢之後 並未立即下車報警 並救護傷患 反而是汽車逃逸 造勢的張姓駕駛當時是喝完酒 返家途中 和有人在一般道路上競速 追撞機車後竟然先逃走 到了深夜才自行前往警局投案 為什麼不停 張姓駕駛移送時戴著帽子和口罩 還變成沒有兆頭 酒測值高達1.02 和他競速的友人則是0.35 雙雙超標 酒後駕駛還在馬路競速 害死一條無辜的性命 瑜伽TV楊子健 新北市報導